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孽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三百九十八集 金丹中期 随着白小春将空域掌座给予的七彩旗 插在了一季沙漠外 在那方圆施力光芒闪耀 成为白小春私人之地的刹那 空城轰动啊 这消息如风一样 快速的被此地所有看到之人 立刻传遍整个空城 无数人震撼于哗然 私人之地 这怎么可能啊 空城内的私人之地不到十处 任何一处都视为空宇彩虹立下汗马功劳后 才会被赏赐 这青龙会到底什么来头啊 我就说嘛 这青龙会为何敢与天空会叫板 现在明白了 因为青龙会的魁首 其来历神秘莫测 说不定背后也有天人 在这整个空城轰动的同时 天空会更是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顿时所有天空会的首脑 全部目瞪口呆 彻底傻眼 他们费尽辛苦 与青龙会斗智斗勇 可却在这一刻 被白小春这里直接掘地反击 在山穷水尽时 竟逆转翻身 这一幕让天空会无法接受 私人之地 天空会呢 传出了无法置信的无数的惊呼 在这惊呼中 还有深深的苦涩以及彷徨 这一刻 所有人看向青龙会是立刻就不一样了 尤其是掌握了一记出入权的青龙会 更是如此 至于青龙会之前离去的那些人 一个个都心中后悔 可却无奈 即便是有人厚着脸回去 可青龙会却不再招人 直接拒绝 很快的 整个空城的关注下 于西城边缘沙漠内 于那遗击旁 一间客栈 被青龙会的一百多人 用最快的时间修建出来 这客栈不小 范围极大 内部数座 阁楼不说 外围更是打起了凉棚 青龙会的那一百多人摇身一变成为伙计 专门贩卖灵茶 想要尽出一计 拿着天空会的令牌已经没用了 需要的就是来这里买一碗灵茶 在这全城的关注下 这间客栈没过几天就立刻开业了 与此同时 空城所属的空域彩虹 竟从时之中没有揣下任何命令 似乎对此毫不在意 这一幕立刻让空城修士心中明悟 对于青龙会魁首的来历猜测更多 渐渐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随着天空会也隐忍 进入一季之人恢复如常 尤其是青龙会只收取一成的收获 这顿时就使得更多修士 选择了在一季内完成任务 来往之人每天都有十万以上 如此多的人群让青龙会这里也忙碌起来 凉棚也都不够用了 于是又额外搭建了一些 这才能容纳来往之人 而收益的贡献点 也让白小春在查看后倒吸了口气 这贡献点之多 比他们当初贩卖置换单还要恐怖 天空会为父不仁 白小春咽下一口唾沫 看着收入进来的贡献点 吸了口气 一旁的张大胖等人 也都一个个双眼冒光 纷纷的怒斥天空会 青龙会的贡献点 不是放在个人身上 都是累积在了一枚青龙会的令牌上 如此一来 就不会使得拥有贡献点之人 因贡献点超过百万 无意中 几生成为黄袍弟子 尤其是白小春这里 很担心自己哪天一不小心 万一既献了 成为了黄袍弟子 那他一定会哭死的 所以为了以防万一 他身上的贡献点不超过几十万 其他的都在青龙会的令牌上 数日后 随着客栈的火爆 而天空会的收入也瞬间锐减 再少了置换单 以及遗迹后 天空会已经苦不开言 无奈之下 派人来与青龙会交涉 对于这一次的交涉 白小春直接让神算子 与徐宝才去了 自然是无法和解 很快就把天空会的人打发走了 此刻的白小春春风得意 眼看自己在空城 已有家有业 且这份产业每天获取的贡献点 都是海量 他心满意足 这才是我要的生活吗 白小春背着手 站在客栈内的阁楼上 望着下方一片熙熙攘攘的凉亭 以及来往的人群 目中露出满足的光芒 而更让白小春高兴的是他的修为 在这段时间的修行中 也终于出现了要突破的迹象 成为金丹中企 就在近日 他索性放下身外一切事 踏入客栈内的密室 开始闭关 争取用最快的时间突破 踏入金丹中企 这一次闭关就是一个月 一个月后 白小春在密室内双眼目然睁开 他的瞳孔在这一刻 竟然出现了蓝色的光芒 随着光芒的闪耀 他的全身内外 顿时散发出 比之前强烈太多的惊人寒气 这寒气 刹那就覆盖四周 使得他所在的密室 如同成为隆冬 甚至在咔咔声下 整个密室顿时冰封起来 下寒者可凝聚寒气之影 形成冰寒之法 而中寒者可让方圆千丈 刹那冰封 白小春喃喃低语时 低头看向自己的右手 他的右手在这一刻 竟慢慢的晶莹 甚至可以看到血管 看到皮肤下的血液在流淌 而这密室内的寒气 对他来说 仿佛感受不到 要突破了 白小春深吸口气 木然起身 一晃之下离开密室 无人察觉中 他已消失在了这间客栈内 化作了一道长虹 直奔远方 出现时 赫然在了这片沙漠的尽头处 在这里 四周荒无人烟 即便是空城修饰 也都很少有人来这里 天空烈日炎炎 尽管更远的地方 就是通天河与通天海 可在这里 沙漠依旧甘利 整个八方都有热气升空 扭曲了视线 使人在远望时虚无模糊 白小春站在这里 他的目中蓝芒更浓 看了看四周后 确定无碍 白小春闭上了双目 在他双眼闭合的刹那 顿时从他身上爆发出惊人的寒气 这寒气 瞬间就覆盖方圆白杖 所过之处 这白杖范围的沙漠 热气 刹那就被压制 地面更是直接冰封 甚至 因热与寒的交错 使得四周传出如雷鸣般的轰轰声 没有结束 随着白小春体内修为运转 随着寒门仰念觉得扩散 他的双手掐绝向着两边一按 顿时他的寒气覆盖范围 从之前的白杖再次爆发 二百杖 三百杖 五百杖 依旧没有结束 白小春头发飞舞 尽管闭着眼可依旧有蓝光穿透了眼皮 扩散开来 甚至他的身体不仅仅是双手晶莹 其他部位也都晶莹起来 粗略一看 如同他成为了一个冰人 轰鸣周 这寒气的扩散直接到了七百杖 还在蔓延 咔咔之声不断传出 沙漠的热气被驱寒 寒气套天时 扩散已有九百杖 九百二十杖 九百五十杖 九百八十杖 也就是几个呼吸的世界 这寒气的范围 直接就达到了九百九十九杖 只差一杖 九十千杖 只差一杖 九十钟寒 钟寒 白小春双眼猛的睁开 低吼了一声 体内修为传出天雷之音 尤其是他的天道金丹内 此刻寒气大范围的翻滚 一样的爆发 在这爆发下 寒气的范围 周然界达到了一千丈 在形成了千丈范围的瞬间 这里的寒气也越发的冰寒起来 咔咔之声强烈无比 地面肉眼可见的冰风向上蔓延 很快的千丈范围彻底成为了冰雪的世界 而白小春的修为也终于在这一顺突破了天道金丹的初期 成为了金丹中期 一股天道之意也随之惊天 千丈外 依旧是沙漠 在这热雨寒之间 则是交错相撞后 迸发出一道道虚无的裂缝 约也一看 触目惊心 白小春目中流出振奋 他深吸口气 目光一闪之下 在这千丈范围内 赫然出现大量的虚幻之影 每一个身影都与他一模一样 正是他的冰寒之影 而他的身体也在这一刻 刹那与那些身影交换位置 这已经不是速度了 而是如同瞬意一般 若有人在远处看到 一定会被眼前所看到的无数的白小春的身影 惊得稀奇 不多时 这千丈范围内所有冰寒之影 如同归一般 凝聚在一起 露出了白小春的真身 他目中激动 小子一甩 轰鸣街 千丈范围的冰寒 轻壳消散 随着热气的回绝 形成了风暴 在这四周滔天而起 将白小春的头发飞扬起来 而他的笑声 也在这一刻 回荡四发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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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订阅此专辑 请订阅此专辑